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VemanTV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城市动向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公益节2021的活动现场 今天的主题是 传递爱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我们有看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很好地在处理着这个SOB 记得戴上口罩 保持这个人生的距离 本次活动每一个座位只限六个人 而且是只有五十个席位 我现在带领大家去看现场更多的精彩节目 走吧 大家好 各位在今晚中后来出手的最长生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дв儿子的最长生命 根本来一个中国现场 从中間都十个 FS 销开 马来西亚公益节2021传递爱 不忘初心体力前行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华东的现场 城市动向也为大家来做一个现场的报导 刚才我们欣赏过了那么多的节目 所有的得奖嘉宾都是很出色的社会有功人士 我一直都觉得慈善这一回事 是必须抛砖引力 我们才能有效地把这个爱持续下去 我感到很高兴地帮助这一回事 我感到很高兴地帮助这一回事 我们今天很幸运 大会派给我这个公益 谢谢 名字是两个年年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桑奶王 每个人出一份钱出一份力 让我们的公益节 它能够越做越好 它是一场兴奋的 因此人们会帮助 到社会 若我们已经获得一项 我认为我们需要 能够回到社区 我认为我们需要 产生成为一项 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 今天总算被有心人看见 我们非常开心 我希望在日期 我和我的组织 会做得更好 去拥有国 去拥有社会 我们会不留意 去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我希望我们永远会 为慈善贡献一份力 希望今晚 依然可以为社会出一份力 然后可以把更好的资源 可以发放给社会 谢谢 关于到贡献 关于到占助 关于到帮助的 我们要不停地一直去支持 不停地去给援助 希望更多的人士 可以积极地参与我们 我非常愉快 能参加到这些贡献 CISR节目 我觉得有时候拍电影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可以帮这个社会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觉得它的收获 远远的比票房 远远比任何奖项来的更大意义 今天非常开心 受到这个公益节的邀请 不忘初心 履历前行 谢谢CISR 邀请我们过来清晨 当然也是要 谢谢我们的学生 因为没有我们的学生 我们也没有清晨的我们 然后我非常感谢 Dustry给我这机会 能够得这次传递爱 不忘初心 然后立立前行 奖项 谢谢大家 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这个活动 可以帮到很多人 但我希望这个活动 能继续举办下去 谢谢 大家要照顾好大家的话 就必须要全体的 手携手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这个公益的行善的 这个事业能够 继续不断的前行 为马来西亚制造一个 有爱心 有公益心的社会 那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给出一份力 去帮助更有需要的人 那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 因为每一次这样的活动 对所有的伙伴来说 是很新鲜的 因为毕竟他们没看到 其他的弱势团体 而这一边 我们把弱势团体 带到这里 让他们一起认识 这是我们会持续做下去 回归社会的一个动作 谢谢大家